Lexus UX就是一款让人又爱又恨的车型 你会爱它时尚的外观 小巧的身材 然后会爱它既有SUV的高坐姿 又有4.9米的最小转弯半径 是Lexus所有的车型中 既能兼顾舒适性 又能兼顾驾驶乐趣的一款车型 不过恨就恨在30多万 接近40万的价格买这样一辆小车 好像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小贵的 不过现在它推出了一个电动版 就是UX300E 那么在一些线排城市 比如说上海 它还可以赠送一张价值9万元的免费护牌 如果扣掉护牌的价格 再扣掉购置税的价格 你就会发现 那么它相比同价位的燃油版UX 还多了非常丰富的配置 那么这样一看 是不是就一下子觉得 这款车的性价比高了很多呢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 喜欢这种身材娇小的小SUV的话 就请关注这一期的视频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款车的基本信息 从外观上来说 除了伪标之外呢 你很难分别 它和燃油版的UX有什么区别 说明Lexus的设计师呢 并不想强调它电动的身份 那么这款车呢 它是搭载了 54.3千瓦时的三元锂电池 NEDC的综合续航是400千米 百公里加速7.5秒 峰直扭矩300牛米 从电动车的基本参数来看 你会发现它的性能并不算特别突出 我觉得这款车型 它最主要的卖点呢 首先还是它的品牌光环 第二个是它的内饰做工 第三个呢 就是Lexus豪华品牌的一个服务保障了 面动版的UX呢 它推出了两个版本 一个是36.2万的 还有一个是38.5万的 那么我们这一辆试驾车呢 就是顶配的版本 你进入到车内 就会看到它配备的非常漂亮的 马克莱文森的音响 还有这个最有特色的 就是合纸纹理的内饰面板了 它摸起来确实有一种 粗糙的那种纸张的感觉 如果你买这辆车送给女孩子的话呢 就等于送给她了一封情书 是不是很浪漫呢 然后我们看到这张座椅 由于是高配呢 所以它也有座椅通风和加热的 同时呢 作为Lexus车型的特色 你会发现 它的仪表盘上方 依然是一个扭角的设计 通过旋钮来切换驾驶模式 分别有三种 Sport Normal和Eco三种模式 然后同时呢 它的中控屏幕 也是挺小的 而且是不支持触摸的 所以说它保留了大量的物理按键 对于比较传统的人来说呢 会非常喜欢这种 按键式的触感反馈的吧 还有中央通道的设计 依然是非常传统的风格 比如说这个 小巧的换挡杆 还有像Walkman一样的调整 多媒体系统的一个按键 这里前方呢 还有一个无线充电的设计 那么整体上来说 你从历史上也很难看出 它和燃油版的区别 我现在呢 就在UX的后排 那么就像宝马的X2 或者是沃尔沃的XC40一样 它们的后排空间 依然是非常紧凑的 所以说这种车呢 通常来说是比较适合 一个家庭 第二辆车增购 或者是年轻小夫妻 还没有生小孩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这样的空间 对于它们来说是够用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后排座椅的设计 那么它跟前排一样 使用了这种仿皮的材料 触感还是不错的 然后呢 座椅做了一定的凹陷 提供了左右的支撑 那么这里还提供了 两个充电口 还有座椅加热 那么电动版的UX 它的配置还是挺高的 后排箱呢 是提供了一个感应尾门的配置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电动版的UX 它的行李箱容积是比 燃油版的要更大 燃油版的容积是225升 那么电动版达到了314升 不过它并没有提供备胎 然后盖板下方的 存储空间也是有限的 座椅呢 支持46比例的放导 如果偶尔需要搬家的话 这样的空间也是够用的 好了 我知道以上说的这些 其实你们并不关心 你们就想知道这款车 它到底提供了多少的性价比 它面对主要的消费市场 肯定就是线排城市了 所以它不可能是一款 销量非常高的走量车型 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以低配版本的 电动的UX为例 那么它的指导价是36.2万 如果扣掉9万元的护牌 再加上不用交购置税吗 那么它的价格就会比最低配的 UX260呢 还要便宜3万块钱 那么在此技术上 它多给了非常多的配置 多到一口气数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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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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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